如果两个人不正确, 你不理睬我,我不理睬你, 有个说法叫做贴错门神, 是吧? 为什么会这样叫呢? 门神是一对的, 在左边那个, 就看右边, 右边那个门神就看左边, 即是你贴得对的话, 大家就对望, 你贴错了, 调转来贴, 就变成有人望一边, 你不望我,我不望你了, 所以呢, 很全神的, 这个贴错门神的原因, 那两个门神, 有名字的, 这两个就是他们的名字,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留意过的话, 我包你读错这两个名字, 起码四个字读错三个字, 你怎么读呢? 这个门神的名字, 读神书, 这个读屈律, 不读神, 这个不读徒, 更加不是查啦, 有些人说, 神查, 那当然不对啦, 神徒也不对, 读神书, 屈律, 是两个门神的名字, 那怎么来的呢? 原来传说, 东海, 就有一个岛岛上面有一个山, 山上面有一棵很大的桃木, 树枝就很密, 很谋啦, 原来是什么呢? 里面, 原来那些鬼, 在这儿搞事的, 那棵树, 然后呢, 就在东北角呢, 就开个口, 那所有的鬼呢, 都要由东北角的出口, 那个缺口那里出入, 新书和屈律, 是两个神, 这两个神就很厉害, 又不用X光, 又不用这个红外线探测器等等, 有一眼, 就看出哪些鬼呢, 不是好鬼啊, 就进来搞事的, 那立刻就捉了他, 就用那些芦苇草拿着, 就扔去喂老虎的, 那所以呢, 这个呢, 就被民间借了他, 借了他两个神的尊容, 就用来做, 就用去喂老虎的, 手门的大将军, 那是门神就是这样来的, 那通常呢, 新书, 就是贴在门左边, 就是对着街来计, 这个屈律呢, 就在右边, 面对面的, 那有些人呢, 还在门顶, 掛一些芦苇草在那里, 那可能还画一只老虎, 那叫, 那这些恶鬼, 壞鬼不要来啊, 所以所谓, 贴错门神有什么意思, 不过呢, 特别, 要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字, 这个字呢, 就是在, 这个门神的名字那里, 才这样读的, 平日呢, 当然大家熟的了, 这个字呢, 就读个图字, 又不是一个茶字, 这个茶字多了一滑, 那图是什么来的呢, 那这个图呢, 就是芦苇草上面那些白花, 那开花的时候, 你一看一看一看, 哇, 一片白茫茫, 就是盛放了, 那所谓, 如火如荼就是这样来的, 火烧起来很猛的嘛, 图呢, 就是这些花呢, 一游的时候, 哇, 整片都是这样的, 那所以呢, 如果说, 一种活动, 或者一个现象, 正在呢, 是进行得, 非常之热烈, 或者那个, 很盛大那样, 那就叫做, 如火如荼了, 譬如说, 现在, 都叫什么, 中学民朋友, 考得如火如荼, 那用这个, 陶碟, 那么特别的读法呢, 就用那个门神的名字才是, 因为, 这些花来的读法, 要靠近, 就是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 因为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 就是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 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 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 我们来自立的读法,